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官方你是对7月有多恐惧 7月15日已经上映了三天的阿修罗 突然官方宣布撤档则日重用 这波骚操作一却让大叔差点闪了腰 上映前撤档的大叔见读了 这放了两天还撤档的真的是少计 官方对于撤档给出的原因是市场环境普攻 一定是观众都虐待他了 这部号称浩资7点无意的是失去总 上映三天只拿了5000万票房 豆瓣评分只有三分 一度已经被列为年度最慢片的讨论范围 很明显要是继续放映肯定损失惨重 只是不知道赶日重用又能止损多少呢 7月23日电影昨日清空宣布撤档 消息一出 中阶哗然 因为昨日清空之前是提果档档 从8月10日提到了7月27日 这波先提档又撤档的操作 的确闪了不少观众的眼 给人一种钱怕疼 后怕虎只能逃之妖妖的感觉 最后就是今天改档的爱情公寓 数得数 重复的不算 这也已经是今年暑期第六部改档的电影 虽然只是推迟了14个小时上映 但也意味深长 一般来说 如果一部电影对自己的质量自信的话 那肯定会选择零点场上映 这样大多数观众一觉醒来 就可以看到各个平台的评分了 选择在下午或傍晚上映的电影之前也有 但都是提档半天或一天 像爱情公寓这样延迟到下午的 总让人感觉是对自己极度不自信 怕评分出来把观众都吓跑了 如今暑期 还过去了一半 已经有六部电影来的 或特大 这种情形是之前从未见过的 不过今年的暑期大 的确是多年来最好的一个 既有《我不是要神》这种现象级电影 也有《动物世界》 邪不压正这种口碑还算不错的 还有《摩天营救》这种好莱坞大片 的确容易吓走一些电影 这种好莱坞大片的电影 这种好莱坞大片的电影 也有什么好莱坞大片的电影